这个给日本人做事的汉子名叫王强 靠着一手溜须拍马的功夫 深受洋行三掌柜的信任 而这个洋行也不像表面那般简单 其实是专职收集情报的特务机构 而王强的另一重身份 正是大名鼎鼎的铁道游击队队员 在摸清楚洋行的底细后 当晚他便带着大队长老虎 以及游击队队员彭亮 一起趁夜摸入洋行之中 将洋行的三名掌柜逐一处决 事后三人借助日军军装成功逃脱 可就在他们准备休息之时 外面却突然传来动静 而来人也不是别人 正是同村的李久 李久的父亲被小鬼子杀害 而他为了报仇便经常去暗杀鬼子 不过这次却不巧被一群日本兵 打了个正仗 好在得到了王强和老虎的帮助 凭借着王强在洋行的身份 这才得以逃脱 可当俩人诚挚地邀请他加入游击队时 李久却没有丝毫犹豫地拒绝了 他表示自己杀鬼子只是为了报仇 等杀了军官岗村 报了杀父之仇后 他就带着自己的相好小亲 袁左高飞 但他也不是不识好歹人 今晚的救命之恩 他必会铭记在心 如果有需要他帮忙的言语一声便成 第二天一早 王强便若无其事地来到洋行 还淡定地让伙计去叫醒睡着的三个掌柜 但不多是伙计便惊恐地跑回来报告 说三个掌柜都已经被杀了 吓得众人顿时坐鸟受赛 地旁的王强赶忙将他们拦住 他说谁要是跑了就是做贼心虚 等到日本人来了谁也说不清楚 还不如老老实实地一起进去 到时候好歹还能相互做个证 进门后的王强盼着 昨晚自己这伙人的杰作 心里也不由得暗暗得意起来 可不料他前脚刚要迈进三掌柜的房门 后脚就被一只鞋手给一把抱住 万幸的是三掌柜并没有看清 昨晚行凶之人 还把王强当成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可是其他人就没这么好呼应 王强刚要带着工友们开溜 就被一旁的宪兵队队长岗村 给踢刀拦了下来 工人们成了他们首要的怀疑对象 而作为工头的王强则被叫到了屋里问话 太阳问你 到底是谁干的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不知道 我说就是你们干的 这都是什么时候了 你说笑话 你说是我干的 我说是你干的 把开个笼 我爹 两命的 巧合二徒弟 这个对着鬼子一脸谄媚的男人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副队长王强 而他也正是凭借着一手装无辜的绝招 才屡次从小鬼子手中逃的性命 可外面的工友就没这么幸运了 王强当高兴地走出屋里 屋外的工友们就被日本兵一通乱枪扫射 看着眼前的惨状 王强忍不住破口大骂 为了对付日渐猖獗的日本客户 老强特地在家里设宴叫来了不少兄弟 号召大家一起加入游击队打鬼 哪知他话音刚落 一旁的兄弟们就纷纷响应 大家都对小鬼子深恶痛绝 当即便一拍集合成立了飞虎队 为了掩人耳目几人还创办了一个探场 开业这天各路好汉纷纷前来祝贺 王强还专门带来了一位重要人物 此人名为李正 乃是上级安排给他们飞虎队的证度 不料就在这时 当地的恶霸秦蝎虎却喘了进来 你们发了财吃香的喝辣 也得给咱们留碗粥喝 他表面上是要入谱探场 其实就是想从中打劫 不过秦蝎虎刚要动手 却被李正三招两拭就给直接打飞了出去 气得秦蝎虎恼羞成怒 直接掏出手枪做事遇打 然而李正却是毫无拒责 反倒是一脸轻松地走到了他的面前 而秦蝎虎健壮也只能认错 带着两个狗腿子离开了此地 另一边李久的对象小青 因为担心他一个人势单力薄 便劝说他干脆加入飞虎队中 可李久却认为老红等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中 还不如他一个人来得干净利索 这晚他便乔装混入小鬼子的澡堂 将手无寸铁的鬼子人全部解决 也算是报了自己的杀父之仇 不久之后洋行的三掌柜也终于出院 而王强也在不经意间探听到了重要的情报 大掌柜的死了的 你的就是大掌柜了的 我的大掌柜的不是了 山口太军他的大大的 我的小小的不是了 哎 不对 你的大大的山口太军 什么干活的 旅团长的干活 你大大的 大大的 哦 晚上就到的 哎呦 今天晚上就到的 嗯 当晚飞虎队队员们便闯入山口所在的火车 将以他为首的日本军官全部消灭 第二天一早毫不知情的港村还在列队欢迎 直到王强和三掌柜打开车厢 这才发现大事不妙 B车的太军全都死于非命 不好了 太军 红筒死了死了的 死了死了的 红筒的死了死了的死了感觉了的 山口太军死了死了的 大掌柜的还是你的 大掌柜的不能干了 我得 回国大大的 哎 你的回国的 我得快想你的 三掌柜被吓得直接跑回了日本 但港村就没这么幸运了 作为负责人的他受到了上级严厉的制裁 而港村为了将功赎罪 更是立下军令状要在十天之内消灭非虎队 而琴歇虎变成了第一个倒霉蛋 尽管他歇斯底里的否认自己不是非虎队 却还是免不了被港村一通胖走 我操你日本来了 军一盒叹长 找刘洪来帮我家 得到线索的港村 第二天一早便带人直接轰了刘洪的探长 可等他们进去找人时 才发现屋里早就安好了炸药 不过他们也因此确认了刘洪等人非虎队的身份 而李九也因为与他们交往过深进入了港村的事业 李正告诉他不能再回小青的住处 让李九先去他们那避避风头 哪知李九此人独来独往惯了 根本不肯领他们的请 果不其然港村转头就带人来到了小青的家里 看着如此漂亮的女人小鬼子们受性大罚 港村抓起小青就是一剑光 直接将他打晕了过去 接着便让手下几人轮番上阵将小青变悟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激怒李九 以此来引他现身将其剿灭 不出所料李九果然重击 单枪匹马地冲过来与他们决战 虽然让小鬼子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但自己和小青也因此死在了敌人的枪炮之下 为了给李九报仇 老红带领飞虎队乔庄闯入了港村的办公室 直接将港村打成了筛子 与港村的刚毕自用程勇都很不同 派来接替他的松伟更加的阴险狡诈 诡计多端 当来不久就重新启用了当地的恶把秦蟹虎 因为他觉得要对付飞虎队 还是要靠汉奸才能成功 他委派秦蟹虎担任中国特务队队长 让他组织一支盗版的飞虎队 在当地打着刘虹的旗号四处烧杀强烈 以此来败坏飞虎队的名声 不敢听的刘虹闭声 不曾想没过多久 他们就在郊外碰到一年 冤家路窄之下双方激烈交战 刘虹寡不敌众之下还被打伤了胳膊 虽然拼死逃了出来 但是自己也身处重伤 而王强为了给他找消炎药 单枪匹马来到了承熙的同仁药店 但他不知道的是药店的老板已经叛变 他先是将王强引至一处小院 随后一边逃跑一边高呼太君王强来了 王强这才意识到被出卖 气得直接拔枪结果了他 可是自己也已经无处处 被早就埋伏在这的小鬼子给乱枪打死 而为了给王强报仇 刘虹商欲之后便找到了还在寻欢作乐的秦宗 秦蝎虎眼看自己走投无路 也就干脆破罐子破摔 来报那一枪之仇 来吧 就这样秦蝎虎也终于领了河饭 等刘虹等人走后 鲁汉还对着他的尸体捕了几心 以解心头之后 汉哥 这娘们干脆一枪崩了算了 刘在干什么 把他困起来 堵上嘴 是不这野汉子送中吗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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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娘们 让老子费这么大劲 潘子本来是要执行任务 将汉奸擒虎的女人给捆绑起来 可不料捆着捆着就起了色星 毕竟这里面的水实在太深了 嘎子肯定是把握不住的 还是潘叔自己来把握吧 可不料鲁汉却杀了个回马枪 直接将潘子抓了个现行 看到如此卑劣的行径 鲁汉勃然大怒意把将潘子拉了下来 他把老子毕了你 汉哥 你饶了兄弟这次吧 兄弟实在憋不住了 反正他也不是这么好货 谁用不是用啊 放你娘的屁 你还算这个人吗 你把老子的脸都丢尽了 你挡着挨枪子了 汉哥 把那给我困住了 就这样潘子被捆了起来 等着队长回来再看如何处置他 但起料潘子诡计多端 他谎称自己憋不重要 让看守他的兄弟给他松了绑 然后借此寻找脱身的时机 恰在这时一辆火车迎面开了过来 而潘子也灵机一动 借助火车冒出的蒸汽作战研发 迅速消失在了浓浓的白雾中 等看守他的兄弟回过审来 这才发现身边的潘子 已经扒上了开走的火车 潘子逃走后就直接投靠了松伟 还直接出卖了与飞虎队里 外合的火车站站长 站长知道自己今日必死无疑 就想掏出手枪与松伟同归于尽 但可惜还是被松伟抢先了一步 而潘子也就此接替 琴蟹虎成为了特务队队长 开始四处搜捕飞虎队队员 因为他熟悉飞虎队内部的情况 导致连灵钟和鲁汉多重了他的脑 可悲的是这些抗日英雄 没死的小鬼子手 却最终死在了这些狗汉间手上 最后只有灵钟和鲁汉逃了出去 但鬼子们人多势众在身后颈椎不舍 鲁汉不幸被鬼子打中身受重伤 而灵钟也只剩下了最后一颗子弹 但他却不肯放弃兄弟 扛着鲁汉继续向外突围 卑鄙的松尾在他们身后放冷枪 故意击中灵钟的小鬼子 看着一步步逼近的鬼子 灵钟却宁死不响 用最后的子弹结束了两人的生命 等到飞虎队的其他队员闻讯打来 现场已经只剩下了两具冰冷的尸体 一股复仇的火焰在每个人的心头燃烧 彭亮拿起俩人遗留的手枪 发誓要用这把枪为他们报仇血分 他转头就找到了还在鱼肉百姓的攀子 而在攀子死后 刘虹便带领飞虎队向小鬼子们发起了阻攻 双方在火车站激烈焦火 但由于日军占据着地力 虽然飞虎队击毙了不少小鬼子 但自家的兄弟更是死伤惨重 看着死去兄弟的临位 刘虹和李正决定向鬼子们发动最后的进攻 当晚他们便抢占了鬼子运送弹药 并劫持了押送军火的高级军官 他们想用车上的这些弹药来引发爆炸 将阵上的小鬼子们一网打尽 刘虹先是逼迫军官向松伟发送电报 让他将所有士兵集合在火车站 随后便让彭亮控制火车加速冲向车站 看着急速驶来的火车 小鬼子们顿时乱成了一锅中 松伟见状赶紧让手下对着车头射击 而彭亮也因此阴影就已 但他在临死前拼死将速度推到最大 然后挣扎着将一旁的引线引燃 松伟此时也明白大势已去 干脆站在那等死 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 整列火车连同车上的军火 以及现场的一千多米火 全部炸毁 而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乱言 在这次行动中全部英勇就已 影片飞虎队由王继行导演上映于1995年 其演员阵容之强大放到今天也是毫不过世 与其他的抗日神片不同 本片的角色没有那么多的主角光环 每个人都震撼地出场 然后从容地死去 丝毫不拖泥带水的快意恩仇 或许这才是更加有血有肉的抗日英雄